海外室館的高額費用 到底海外室館的高額費用 到底海外室館的高額費用 跟時間要如何取得平衡呢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吐朗的頻道 我是吐朗 其實在我們室館的影片 做了這麼多系列之後 我們想要統整一點交叉一些 重要的因素來考量生論題 其實蠻多人很零散的問一些問題 但這些問題都分身在不同的級數 在統整一下這些比較常見的問題 其實現在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不外乎就是時間跟金錢 然後達到一個平衡 有的時候是非常兩難的 在我最有時間的時候 我是最沒錢的 比如學生時候 啊哦 但我現在沒有學生的自由度的時候 我當然就比學生的時期還要有錢 對 時間跟金錢達到黃金交叉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是最佳時期 有時候其實也希望大家不要錯過自己的 最佳時期 我們光費用的部分就至少做了兩級 第一次的時候是做美國這一段的市管費用 公布完之後 很多人大約在半年內去諮詢 但是那時候剛好遇到物價膨脹非常的嚴重 以及疫情結束 是 其實就是疫情結束然後物價很猛 對 所以後來我們又做的第二集 是講日本的那個 我們請了歡歡跟老黃來分享他們的日本市管 那因為這個不是我們親身經歷 關於費用部分沒有辦法提供給大家 但是可以確定的事情是 日本會比美國還要便宜 很多人跟我們分享回饋是 以單一項目來講 丈夫就高達快一倍 費用考量情況下 可以考慮選擇亞洲附近的國家 那當然就是跟我們一樣覺得 美國技術師既然排名世界第一 還是想要花比較高的錢 提高機率的嘗試的話 也是可以選擇美國的 時間跟金錢到底要怎麼樣取得平衡 我們這裡其實有我們的想法 我們會選擇一定要先進行的就是 時間不可逆的事情 像卵子的品質 隨著年紀漸漲功能比較低下 像這種就是時間不可逆的 那因為賺錢是需要時間累積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是 賺錢其實有可能因為你的年紀 以及因為你的能力的成長 越賺越多越做越好 但是卵子 他就只會隨著年紀越大越低 我覺得王好處想的是 動軟的費用其實占整體的相對比較低 在台灣做法15上下 那我覺得以20萬對於100多萬 甚至200萬相比 20萬真的是算比較低的費用 這個可以先做 現在有很多女生 她們是異性戀 就是她們想法是 我不知道我未來的婚姻在哪裡 還沒有合適的對象 她也不確定她未來會不會生小孩 但是她也擔心 所以她們都也在思考說 是否要做動軟 當你有這個想法的話 其實還是非常推薦 時間不可能 其實很多夫妻也會先動軟 因為夫妻目前還沒有想要小孩 雙方都想要再打拼 對 經濟穩定就在迎接小孩 可是又怕未來沒有得選 所以都會選擇先動軟 會是什麼時候 當然你要考量你的金錢 金錢嗎 跟時間的狀態 大概是26歲 理論上來說 如果你不讀研究所 22歲大學畢業 其實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但開始工作的時候 你要settle down的事情很 而且你可能還要享受你的人生 對 你要享受人生 等到你真的開始存一點點錢 可以再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至少是26歲 其實26歲存到個15萬 20萬是絕對OK的 蠻合理的 你要買的名牌包在前面 你出社會工作 可能一兩年你就會套賞自己 對 這個是人性 我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我覺得真的會考量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至少是26歲 即便我們自己是29歲才動軟 但你提前的原因是什麼 動軟在我們29歲的時候 突然整個這個概念被傳出來 其實我們26歲的時候沒有接收這些概念 對 我們並沒有被這些資訊給打倒 我們不知道這個的重要性 但是現在資訊是非常隨手可得的情況 我覺得提前到26歲是可以的 我還要繼續說 就是我們身邊其實很多朋友 來我們家跟我們東聊西聊 我們永遠推薦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動軟動軟動軟 你們趕快去動軟 因為他們都開那個公司 會覺得小孩也不錯 但是又擔心現在工作比較忙 沒有辦法好好照顧小孩 大家有各種考量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沒關係就先動軟 以後你有的是選擇 時間最不可逆 就算真的很有錢很有錢 你也買不回自己年輕的軟子 有一點可怕的事情是我們從我們29歲 開始跟身邊朋友講這件事情 我不希望就是 我是對我身邊的人講 就是大家都還年輕的時候 一路講到超過那個35 身體不允許之後 因為35歲是一個 研究數據的一個關鍵門檻 但其實現在年齡都下修 之前是說軟者品質大概到35歲 會急劇下降 現在可能提前到33歲就急劇下降 最可怕的事情是有些人他沒有去檢查 也不知道自己在下坡的地方 去檢查才意外發現正在早甩 這些你平常日常生活感受不到 因為它不會影響到你的生活健康 我剛剛提到啊 去海外做這個人工生殖 其實選擇有很多 例如說你可以直接去海外做動軟 如果你是選日本 或是比較鄰近的亞洲國家的話 如果你的費用抓得比較寬裕 我現在手上可以動用大概有三五十萬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那種情況下那你可以直接買好精子 甚至直接飛到海外當地去做取軟手助 這樣第一個你可以省 運輸費用 因為那個文件 進出口文件很繁雜 它要花時間比較長 而且運費非常貴 因為它是需要特殊的冷凍儀器 如果你直接飛過去 你的機票加住宿其實都比 軟子單純運過去還要便宜 運輸中間可能還會有些風險 我們自己經驗是軟子會損耗 那如果說你直接飛到當地 你直接在當地的機構取軟完 動軟之前就先把精子做個受精 直接把冷凍培胎冷凍起來 這樣可以節省精子的冷凍費 你這樣還可以再節省 軟子運過去要先解凍 受精再凍起來 你就少一次解凍再凍 可以省那個費用也可以省那個損耗 直接飛過去當地去run也是一個選擇 淺情提要 像我們當時其實完全沒有這個選項可以考量 因為那個是疫情期間 我們不能飛 但是現在很好啊 大家可以有的選擇非常的多 而且加上台灣正在修法 如果你們覺得短期間內不會 你只是要確保自己有品質好的軟子的話 你就動在台灣無所謂 到時候修法通過直接在台灣做 我們永遠把時間擺在前面 還有一件事情跟實際有關 就是機會的不可逆 實際問題 你一抓到實際 你就要趕快去做精子 你要去挑 其實精子就跟房子一樣 中古屋啊 一屋一況 各地的法規不同 可能有些法規限定說 一味donut只能捐金幾次 他們可能有這種次數限制 那就以我們自己經驗來說 我們其實那時候在動完軟之後 到我們真正買金子 這一段期間大概有半年 我們總共看了兩次 然後我們又把幾個喜歡的按精選 精選起來之後呢 就想說 我們應該暫時沒那麼快要買 所以我們就先放著 這真的是很慘 因為在過完之後 我們再上去看 你所有購物車的東西全部都沒了 全部下架 跟你說收到 他甚至一出來 很快就直接賣光光了 他會顯示他的水位 庫存就沒了 對他不是只是過一陣子就沒了 他是非常非常快就賣光光了 也就是因為那次我們下到之後 我幾乎就是每天看 那一批被清空之後 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個期望落差 加上我們可能那時候 第二次看的一開始的那個時期 可能真的donut比較少 所以在架上可以選擇 是我們菜的就是零 所以我們只能密切留意 當你要買金子的時候 第一你要察覺到 你該買金子了 第二密切的看 所謂密切的看是 兩三天就看一次 因為你不知道他哪一天 他會有新或上架 對他也會有趣說就是新 NEW 對 也不要吃碗裡看碗外 這個好還是我在等等 選擇權一直都跟財力成正比 你可以買一次A 我後面看到更喜歡的再買一次 我有聽說永遠是這樣子 這個就叫做 你的財力與機會是成正比的 重點是金子其實也算是 整體裡面費用便宜的 我們那時候買一個 3000 3000美金 講清楚大概就是10萬塊台幣 但後面聽說 漲價了 有漲價好像到18萬 所以你看這是驚人的 所以你的動軟加你的選金費用大概就是30萬去了 對我就說它是一個時機 跟時間有關 但是也跟機會有關係 那如果說這個金子呢 其實金子可以配的 軟子數量其實是不成比例的 我們兩個人軟子超多 快60顆 對快60顆 一管都夠用 那它一個套餐其實基本上都是兩管 買兩管你可以用好多次 差別在於你沒有一次用完它就會問你說你要冷凍起來還是拋棄 那這就是你自己的選擇權 那冷凍費其實我覺得相較起來也不算太高 一年可能就是1萬塊以內的事情 就算在美國也是這個錢 我們剛剛提到兩件事情 動軟跟金子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CP值很高 跟時機有關 盡快做趕快做最好 總價又是相對低 即便我們前面影片講過 就還是會有人問說 恭喜跟如意他們會是選同一個金主嗎 會我們其實之前就講過我們是同金益卵 我剛剛說金子其實可以給很多顆卵子用 絕對夠 除了省錢之外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這兩個小孩是有血緣關係的 同金益卵的熊妹 接下來就要講到費用跟金錢的部分 這個就比較像是你可以慢慢存 但也不能太慢 稍微可以拖延一下下 但我必須跟大家說 通膨在往上調整的時候 連這些醫療費用都往上調整 我們能替大家想到的是 是否有一些費用可以去節省 如果說你們是七七家庭 跟我們一樣計畫一人生一個的話 又是把卵子凍在台灣之後再飛出去的話 第一個能省的是運費 因為它的裝置就是可以放兩人份的卵子 那你自己放也是那個錢 你兩個人也是那個錢 那你就是一起出去 那如果說你本來就在海外取卵受精的話 恭喜你直接省了一次的冷凍解凍的費用 你們也可以共用同一個DONOR 買兩罐金子兩個人絕對是夠用的 那如果你用完也確定說自己不會再取卵 金子就可以拋棄 連那個冷凍費用都省了 我們用完之後我們也鐵了心就是沒有要再取卵 所以我們剩餘的金子全部都拋棄 那我們只要付我們自己的受精卵 胚胎的冷凍費 曾經聽過有人是朋友 比如說我們用完的金子我們有剩 有很好很好的朋友剛好也 就是有懷孕的打算 那我們就問他說你要用我們剩餘的金子嗎 可是你的小孩跟我的小孩是有血緣關係的 雙方都不介意的話我可以把剩餘的金子指定送給誰 有可行性但是要審慎考慮 對因為就是朋友 然後有血緣關係 但小孩是有血緣關係的 這件事情就是雙方要真的好好思考完 有沒有必要省這個金子的費用 我們前面其實講到很多費用 然後大家絕對可以去參考我們前面關於費用的影片 因為那個實在是講非常詳細 因為費用它其實不是只是一筆 它會調列出來 這個項目多少錢 這個項目多少錢 金錢已經不可考了 隨著通膨費用已經調整 能夠參考的就是項目 這些項目你有沒有要花錢做 我們之前直接把這個費用這麼大 這樣子直接給大家看 你會覺得壓力很大 我看到這筆費用就不想做了 你也要有心裡準備 其實這些費用都是分開付的 像我們整整就分開付了大約三年 你發生的時候才要付這樣子的錢 你在每一年的收入裡面 你都可以挪用一點錢 存一些錢起來 是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整個大項目 並沒有很難執行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期付款的概念跟規劃 我覺得真正沒有辦法分期付款的 其實是在懷孕之後 一路到現在我都還是覺得 懷孕跟有小孩也是兩件事情 就是你在懷著小孩的時候 其實你們還是在過兩人的世界 開交也都是兩個人的而已 可是真的一進入到小孩生出來之後 這才是真正的很大的不同 身材也有費用 月子中心也有費用 但有些人不住月子 他可能選月少 或者是婆婆或媽媽幫忙 無論如何我覺得 生產一定都有費用 媽媽的產後條例也一定會有費用 小孩的消耗品 什麼奶粉尿 甚至是有時候小孩 會給你出一些突發狀況 跟你們說 那麼小小孩 超容易出突發狀況的 這件事情都是在兩人世界的時候 完全無法理解的 完全沒有辦法 等到小孩出生之後 如果自己顧的話 你是不是還有一些隱情的成本 就例如說你平常如果有在上班 然後你就因此沒有這份收入了 那其實也是一個成本 育嬰價政府有支薪六成 好像只有半年 剩下的時間是零收入的情況下 這是你的成本 或者是說你覺得 雙薪家庭賺的比給保姆的費用 還要多的話 那你就是把錢付給保姆 但就是額外開銷 這是只有兩個人的時候 完全不用負擔的費用 而且生小孩很花錢 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 可是真的有沒有理解 其實我覺得是另一件事情 這時候一定會有家長抗議說 不有符合養法 求榮求養法 小孩生出來就是有辦法養得起 就算你是窮養 你都有窮養的支出 那對 沒有小孩來說都是額外的支出 對我現在講的 不是這個支出多還是寡 我講的是有跟沒有的差別 當然大家覺得春前可以了解 大家可能會有個理想說 我一定要資產多少 我才願意生小孩 那也是要提醒大家 你想要幾歲當家長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又是一個時間跟那個交叉議題 像我們就有希望 最晚最晚不能超過38歲 對我來說我自己的關卡 我自己的門檻 會覺得年紀太大了 那每個人不一樣 給大家丟出來 各自去思考跟蘋果 以上就是我們對於整個時間 特別是人工生殖 整個對時間跟金錢的綜合考量 我們目前的體驗來說 真正的心得跟想法 其實非常多人問我們 但是我們沒有給大家這種 綜合性的討論過 那真的也希望這影片有幫助到你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影片幫助很大 因為我們其實有提出一個 具體的優先順序 比較好進行考量 也不要對這個大項目 聽到數字就感到很害怕 有些事情可以靠時間解決 但有些事情是不能靠時間解決的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那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小孩說掰掰 想方的策異 Incorpor一下 竟然是可以解決的